美国再有一人死在枪口下 说的是来自明年阿波利斯的40岁准新娘贾斯汀·路斯兹 她在上个星期六晚上11点左右 因为怀疑住家附近的巷子发生性侵案而立马报警 不料自己随后却被警员开枪射中腹部而死亡 直到今天警方都没有透露为什么要开枪袭击贾斯汀 让家属非常不满 即将在下个月迎娶贾斯汀的达蒙和未婚妻从此阴阳相隔感到悲痛不已 而白头人送黑头人的贾斯汀父亲更是心如刀割 强烈要求当局给予交代 还与死者一个公道 我们以为昨天是我们的最最悲哀悼 但我们变成了坏的真正 而它更加痛苦 Justine我们的女儿非常特别 和很多人都非常特别 我们在这几天上去看她的海外 然后看到黑色的灰色 变成了灰色 Justine是我们的鼓励 我们只要求 那灰色的灰色 尘化在她的生命中的状态下来 賈斯汀無故死亡,警員沒有出面交代清楚,除了引起家屬不滿,也挑起整個社區憤怒。 在社區內現花悼念賈斯汀,更致放寫著為何射殺我們鄰居和朋友,以及為何沉默等自暴,譴責警方的舉措。 根據了解,射殺賈斯汀的是32歲的警員莫哈莫諾,兩年前才加入警隊。 事發當時,他和另一名警員的隨身攝像頭都沒有打開,警車上的攝像機也沒有記錄事發經過。 然而按照規定,警察身上的攝像機應該處於開啟模式,除非開機動作可能威脅到警方安全,才可以不開啟。 有見於此,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明尼蘇達分部已經發布聲明,譴責兩名警員侵犯公眾執行權。